另外呢 瀕臨絕種野生動物物國際貿易公約會議 目前正在泰國曼谷舉行 會中呢 有不少學者很憂心 全球呢 將近三分之一的鯊魚物種瀕臨滅絕 雖然國內呢 將在今年七月一號 實施鯊魚 其不離生的制度 不過呢 動卯團體還是發現 有很多的大飯店婚宴 還是在使用於此 根據國際最新研究 每年至少有一億尾鯊魚被獵殺 將近三分之一物種瀕臨滅絕 其中華人社會特別愛吃魚翅 令人憂心 為了減少濫捕 經過一年半的緩衝期 漁業署將在七月一號 推動鯊魚鯊不離生制度 不能只割鯊 違反罪重罰十五萬元 也希望所有抓到鯊魚的 這個這個船隻 可以把整條魚帶回來 魚翅跟這個魚肉跟魚皮 相關的東西要一起使用 而不要只是利用魚翅 其不離生制度受到國際保育團體贊使 不過動保團體表示 國內消費者似乎仍偏愛把魚翅 當成高貴食材 喜鹽用量驚人 兩年前的調查顯示 國內七十四家大飯店 就有七十一家婚宴中 仍使用魚翅超過九成三 光是七十一家飯店 一年最多恐怕要殺害 三百八十六萬尾鯊魚 吃多了 它真的是對 它的中精子污染 是對你的健康會造成影響的 那它又沒有營養 它又貴 然後你吃多又傷身 那它怎麼會是什麼高貴的象徵呢 國際研究也指出 許多瀕臨消失的鯊魚 要十年以上才有繁殖能力 如果不更積極保護 恐怕難以挽回 而國內動保團體也再次呼籲 除非人類不吃不捕 鯊魚族群才有機會慢慢恢復數量 記者 林志美 朋友組 台北報導